中医日历 一饮一饮简介 一饮 公元前1649年 公元前1549年 一姓 明治 下朝末年生于空桑 因其母居一水之上 故以一为氏 为商朝初年著名政治家 思想家 是一只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 也是中华楚祖 约公元前16世纪初 一饮辅助商汤面下朝 为商朝的建立立下汉马功劳 以顶条羹 调和五味 的理论来治理天下 也就是后来老子所说的 至大国若烹小仙 他任丞相其间 整顿立志 洞察民情 使商朝初年经济繁荣 政治清明 一饮立世商朝成汤 外禀 众人 太假 沃丁五代君主五十余年 为商朝强盛立下汉马功劳 沃丁八年 一饮逝世 终年一百岁 沃丁以天子之礼 将一饮安藏于都城过附近 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 一饮被后人奉刺为 商元圣 一饮制图 画画的张师傅编辑 小 小沈和 崇歌 演唱和 小沈 宝贝 成功